白色货车硬生生的卡在地下道中间 动弹不得 就算把轮胎卸了气 但车顶和寒洞卡得太紧 任凭怎么事 货车一动也不动 天花板明显刮出数条伤痕 只好请来小型脱钓车帮忙 就看货车绑上绳索 脱钓人员动用近8吨的脱钓车 要将车子往后拉 但钢索应声断裂宣告失败 卡太死了 怎么说卡太死了 因为它重货 它上面可能到 因为这边有斜坡 它就像上去卡在中间 你有消气啊 消气啊 要没有用啊 最后是请来第一台23吨的大型脱钓救援车 花了两个多小时才把货车拖出去 这名货车司机准备到金融暖暖送货 根据导航路线走 但因为路况不熟 开着三顿半的货车 进入地下道 当时没有注意到限高2米3的标志 才开了50公尺 车顶就卡在地下道中间 直到中午12点多才顺利脱困 进来我就跟着导航走到前面 也有货车 想货车走我就以为可以走 我就跟它一起慢慢开这样 在看导航就没注意到啊 所以导航叫你走这里就对了 对对对 导航就叫靠左手边走啊 这一段都没生意 就是到外面 它有一个突突来那里 那里有生意 半年前有拉过两台在对面 啊是长狼都没有注意高度还怎么样 对对对对 在半年前那个是整个屋顶不见了 其实这条游言地下道 光是今年上半年 就发生两起类似的事故 早年更有客运司机误闯 直接开进了寒洞 把车顶全都撞烂 还好这次只是货车卡住 提醒驾驶人经过这里要注意限高 以免卡在隧道动弹不得 记者黄绍铭基隆报道